熟悉的暖香丝丝缕缕的钻入鼻尖 东华感觉自己被一双手抱着 轻柔地替他拍着背 又拿帕子擦了他的额头和脸颊 耳边嗡鸣作响 残余的头痛像收紧的孤套 压迫的头上筋络秃突直跳 胸口是久违的麻木与寒凉 喉间发紧让他恨不能一吐为快 掀开沉重的眼皮 眼前的光白的刺眼 他有些晕眩地动了动 东华 凤九小心翼翼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管他做什么 让他继续做 这阴阳怪气的语气定是折颜了 这些年他倒是太成功的乘客 这种时候怎少得了他 东华的思绪还沉浸在方才的一幕中不能自拔 难得地位于反驳 这次轮到老凤凰诧异了 东华什么时候在嘴上吃过亏 这会儿居然能老是认了不回嘴 可不是日透西边出 天上下红雨了 他行灵流水地扎着针 目光却移到东华脸上 折颜见他眼神空蒙漫无焦点 又半天不滋生 恐他伤势沉重 也有些紧张 手下不由加了几分镜 东华胸中一阵抽痛 咳嗽了两声 张嘴吐出一口淤血来 倒把放酒虎得一跳 老凤凰你干什么 嗨嗨 医术还是那么 不顶用 东华回过神来 调匀了呼吸 抬手擦去唇上残留的血子 不留情面地开队 这才是他熟悉的东华 老凤凰顿时来了精神 翻着白眼回击 说我 你要不折腾也不用麻烦我 当我乐意酒重天和桃琳来回跑呢 他气哼哼地扬了扬手中的银针 一句话倒是提醒了凤酒 小狐狸终于醒觉 本来该是自己心事问罪的 方才被老神仙的伤情急眠了眼 卸下他记醒了 这笔张倒是得仔细算算 这次绝不能姑息 不好好教训他不长记性 小狐狸想着 一张小脸冷了下来 凤木寒微 柳梅倒数 要不是床上躺着的是伤患 说不得手指已然对到那人脸上去 东华虽则头昏眼花 却不妨碍他敏锐地发现了 小狐狸狠心要抽回手的动作 想也知道他是要对自己发火 身为资深已婚人士 以及兼具独心术和不要脸双技能的老神仙 他深知先发制人的重要 历史紧紧抓住夫人的小手 毫无犹豫地放软了语调低头 小白 是我不对 你别生气 嘿 老兵快 倒是干脆 折言毫无吃瓜群众的自觉 不仅大喇喇的围观 还物自口无遮拦的评论 奉九的手被东华攥着不得动弹 既不能指人鼻尖 又不能插腰助威 自觉气势矮了几分 嘴上却不肯放过 帝君怎会不对 不要欺负小女子见识短 您倒是说说 都有哪里不对 东华心道不妙 这冷嘲热讽的 火气还不小 他乖节地答道 吴 我不该不听你的话 还有呢 凤九拧着脖子 一副不为所动的模样 东华瞧瞧他的面色 歪什么都不告诉你 小弟后冷若冰霜 还有 嗯 还有修为减弱 就即提前发作 哲言在一旁插嘴 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 东华斜眼看向哲言 你怎么还在 整蓝就赶紧滚 不能凶小白 还不能凶老凤凰不成 谁知凤九一点面子不给 抬抬东华拉着的手 帝君 专心点 还有什么 老神仙见门混过关不成 只得老实说 不该瞒着你给滚滚和悠悠致见 因着太成功中 众人只看到东华给了滚滚宝剑 不知他还收起了一把 凤九合着严腐一听到都很是惊诧 什么 凤九默地转过脸来 瞪着他道 你还不止支了一把剑 小狐狸的火腾地蹭高了三丈 不怒返校 呵 帝君真是好本事 别人辛苦之一把都得花很久 您倒好 没几天功夫两把剑一起支好了 能耐真大呀 他甩着胳膊 想要从东华的禁锢中挣脱出来 奈何到底不如他力大 只得愤愤地霸了手 望着这个总是不消停的老神仙 凤九恨不得像教训小狐狸仔一样 抓住眼前人好好捶几下 可见他湿了血色的脸和含着歉意的眸 又觉揪心不忍 他应是还不舒坦 唇色依旧发白 刚才替他擦了脸上的冷汗 此时额间又有细小的汗中冒出来 但显见得他的心思位在这上头 反倒一一攥住他的手 看过来的眼神中竟有些恳求的意味 凤九突然觉得委屈 不知是为了威仪赫赫的九天尊神 如今竟要束手束脚的不得自已 还是为了千百年来他们伤痕累累 风波不断地相伴之路 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不明白 只是心中酸楚莫名 泪水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引满了眼眶 又滚滚地滑落 前一刻还威风凛凛 怒气飙升的小低后 此时却望着自己无声唾起 哭得伤肩颤抖 无论是对面的东华还是旁观的哲言都是一呆 方才东华的确存了取巧的心思 知道自己这回逃不过凤九的劫则 便想着做小伏地认个错 让他撒撒气也无妨 谁知竟把他惹哭了 他晓得小狐狸虽年纪不大 平时也爱跟自己撒娇 可却是极有主张又坚韧不去的性子 要他落泪很是难得 而那为数不多的几次 如今想来大多与自己有关 东华觉得今次自己真的错了 他不该这般清乱地对待小白的真心 他的小弟后脸皮薄 在人前总是下过来面子坐着坐那 此番定时伤心得很了 才会不顾折掩也在场就落了泪 他满心懊恼地将哭着的小狐狸拉进怀里 哪怕只替他擦绵面不断的眼泪 老凤凰不知什么时候退了场 他总算还知道此时此刻该将场面留给夫妻俩 店内安静了下来 只有轻轻的啜气声在回荡 碰久一双秋水简瞳哭的隐隐泛红 却倔强地不肯正眼看过来 倒让东华还不慎舒爽地心口更揪得生疼 他身长臂膀 将小狐狸揉进怀里 温柔地抚摸他还在微微颤抖的背脊 真心诚意地道歉 小白 是我错了 我不该自作主张 怀里的小狐狸仍旧不理他 但到底不再挣扎 慢慢放松下来 十九 他因为哭泣而带着鼻音的嗓音 慢慢地从东华胸口传来 东华 你要记得 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他从他身前微微抬起头 仍含着水光的毛子坚定地望着他 你有我 有滚滚和悠悠 你要记得 你有家了 东华亦是心中酸涩 小白说得没错 这么多年来 他无时无刻不为此而觉得欢欣鼓舞 他有家了 孤独了几十万年的人有家了 正因如此 他才有如许勇气冲破曾栏叠仗的艰难险阻 正因如此 他才有如此忍耐跨越蜿蜒崎岖的山高水长 倘若 支撑往昔的他前行的是对大道的领悟 那么现在更多了对温暖的向往与对幸福的守护 他对这样的转变喜闻乐见 东华深深地望进凤九的眼底 凑过来 将他的承诺与坚守运于一个浅淡却郑重的纹理 我一直都记得 小白 二人相拥着惊弯了一刻 凤九绷紧的神经总算略微放松 他吸吸鼻子 终于啃伸了手臂揽住东华的脖梗 低声抱怨道 你总是这样 每次说得好好的 转头又忘得干净 再有下次 看我怎么罚你 东华见他情绪好转 便也凑着去赌咒发誓 好好好 若有下次 小白想要怎么罚都可以 小狐狸怕老神仙反悔 明明灵动秀美的样貌 却偏要做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高高抬起一只狐狸爪 回来挥去吓唬人 东华 别以为你厉害我就不敢打你 哼 要是惹急了我 我就把你揍得像一节枯树枝 他刚说完自己就要笑起来 特别是见到自家夫君 还很配合地做出一脸 被吓到了的样子 他们都想起了当初在范英谷 说这话时的场景 唤起无数回忆 只是还未及继续 门外横冲直撞 蹦进来一只毛团子 毛团子悠悠三步两步 窜到凤九和东华中间 挡着凤九抬起的手眼泪汪汪的哀求 娘亲 求你不要打傅君 傅君已经很疼了 别打了呀 说着说着自己就伤心地好起来 仿佛遇到了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事 哭的那叫一个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东华和凤九都有些猛 凤九更是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小狐狸仔这是误会了什么 以为自己要打他傅君 所以劝架来了 他这娘亲在孩子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 东华也反应过来 他忍惊不禁地抱起哭得稀里哗啦的悠悠 甚是柔弱地向着凤九讨饶 是啊夫人 为夫已经很疼了 别再打了 凤九见老神仙还火上浇油 大岸伸手过去掐了一把 东华没防备 安约了一声 张悠悠听了个正着 这下可好 小狐狸仔方才略低了些的哭声力 时又把高了三个吊门 一脸控诉地看着他娘亲 仿佛坐舌了自己的猜想 东华一边好笑小狐狸仔哭起来 跟他娘亲和其相似 一边也觉得无奈 悠悠这架势 怕是把他们的玩笑话当了真 小狐狸仔在外间偷听他是知道的 彼时他正与小白互诉忠常 没空理会 只是谁也没想到悠悠的脑回路如此清奇 可对着小儿又如何一本正经的解释 这回轮到老神仙抱歉了 累得小白被女儿误会 万一他恼羞成怒 方才的努力起步前功尽弃 好说歹说 才终于让小狐狸仔勉强相信了 父亲的哀愉与娘亲无关 然而 嘴上相信与心里相信仍有差距 后来连着急完 小狐狸仔不管滚滚哥哥的劝阻 瞪着大眼睛一脸警惕地团在父亲身边守卫 非不让娘亲靠近 就怕他使用暴力对待虚弱的父亲 让父亲伤上加伤 东华很愁 小绵儿太贴心也不行 他最想抱的还是自家小狐狸啊 女儿 你不能这样害父亲啊 他与凤九四目相对 身毁于小狐狸仔面前未曾谨言慎行 引来如此误会 被强制隔离的那几日 安生叹气地独自报警小辈子之语 东华很是认真的思索了一个问题 小狐狸仔什么的 不论儿女都是讨债 还是择日一并扔给墨渊去吧